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尤其是十四小段很短 但是他的彼此相 就是前文跟下文相接的 这个意很深 非常深 所以这一段之后 你一定要能够清清楚楚 一定要能够体会的清晰 所以在下面 这个下面我就肯定是 没有少一句 但是当时我列的时候 我没有把前面有一句话列出来 下面第十五的 这个应该是有一句话叫做 尊者阿难 成佛圣旨 即从初起 偏袒诱奸 有这一句话 就是第十四到第十五的时候 这个中间有这一句话 偏袒诱奸 就讲到今日世尊诸根越狱 这个姿色清净 他这个这一段上面 是有前例 有尊者阿难 应该要接到这一句话 直接接下来 经文也是直接就接下来 在这里是直接接下来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直接接下来 尊者 刚刚讲的是世尊诸根越狱 那谁什么叫尊者 世尊就是一切是所尊 是世尊 那么尊如是法的 能够真正心中能够成就 对不对 不叫成就 就是成接如是法 这佛弟子才叫尊者 前面有圣人的法 能够令一切是世人所尊 那必定就有什么 必定就有如是世人 能尊如是 能依循如是法 能真正依循如是教的 然后在依循的体上 依循的教会上面 他能够留下种种模范 留下种种的这个智慧的 就叫尊者 所以为什么叫阿罗汉叫尊者 因为阿罗汉都是神文 他就是佛弟子 那他称他为尊者 为什么 因为他是理尽世尊的 他以世尊为其所尊 能够在这个尊子上面 能够念念之间 是弟子像的 能够念念之间 真正能够心中 能够皈依如是三宝的 他称为尊者 阿难是谁 阿难是侍者 佛侍者 那当然是尊者 尊者阿难 成佛圣旨 成佛圣旨 在这句话里面 这就不是一般的 过去的众生之间了 他就说佛告诉他 你佛也说 你要站起来 你要开始发问了 这前面文章里面 没有这种话 那为什么叫做成佛圣旨呢 所以我说这句话 要揭上面的 所以经文之中 你会发现文字之间的 环环相扣 你那年之间 如是是佛的 叫做行者心底深处的佛侍者 那一念叫做沁喜 就叫阿难 那就是阿难 沁是什么意思 沁叫做智行 智就是发智 就是智向的智 一个观音大事的事 下面一个心 智向的事 叫沁 沁就是智行 叫做沁 喜是什么 达意 念念之间能够达意 达意为喜 智行为沁 所以阿难又叫沁喜 阿难叫沁喜 大家知道吧 用名沁喜 就是阿难 讲他的沁喜 是别别他的名字 那说他的现在的 根本的发心呢 是逝者 逝什么 逝世尊 服逝世尊 什么叫服逝世尊 是念念在心底深处 如是 奉 事奉 就是奉为第一 奉为根本 叫做服逝 行者能够问 念念如是 叫服逝世尊 你能够念念如是 在这个上面 就在这个 沁喜的这种 作用上面 在念念服逝 的如是智行上面 你当然是什么 你就会站在 你所服逝的 根本 圣人的意志上面 能够表达 能够启发 一切道理 你站在你所服逝的 根本圣人的 第一位上面 第一所尊上面 你能够什么 启程如是种种道理 这什么意思 这叫做 成佛圣旨 所以这个成佛圣旨 不是世尊有所 你能成我的什么意思 我有什么意思 告诉你 表达给你 你要来成我什么圣旨 刚刚从作战而起 而是这一念心 你念念之间 要如是侍奉顾 所以他必定能够什么 能够达圣人意志 就在这个情况下 能达圣人意志 所以前面跟你讲 无量大事不可 称其一时来会 是具体的根本 内心之中的 就是智慧原籍 所以现前就有什么 现前就有世尊 就是你真正在入世的 一切入世的功德 智慧的原距最庄圆处 你后面 心底是后面 心底深处的那种道理 清楚了 现前的应用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行者 念念可以担当的作用 但我想念念担当 你不要说世尊是你 你心中一定有一个什么 一定你知道入世的心中所尊 那个入世所尊 那个能所尊的心中的 那个模范 是因为你懂得 心底深处的种种 菩萨大事的功德 你才立那个模范 那个模范就叫做化主 就是化佛 那就叫世家叫能人能己 那叫做现在 当你真的能够体会到那个模范 现前诸根越狱 他能开显向教 姿色清静 他能够见次交替 能够说一切 一切智光流露 那再下面一个心中 因为我们讲的 我们是一个叫做 我们叫做行者 那这部经也叫接引象 他跟你讲 这个根本 他还会回头跟你讲到 现在的接引 所以当下来 你懂得这个道理以后 你会马上再来呢 看到下一念心是什么 就是你在这个心体上 念念如是观想 念念如是至神 念念如是恳切的 心中的侵袭 念念是佛的侵袭 你能够通达神意 就在这个圣意上面 从坐而起 从坐而起是什么 心中从这一个绝照之中 你本来在这个绝照之中 这样念念 这样做官 念念这样服侍 念念这样是佛的 但是就从是佛之中 能够结起种种智慧了 在这个上面 能够启发出种种种的意识了 致意志了 就要急从坐起 偏袒右肩 偏袒右肩表示什么 右表正开始正转 他来问佛 所以这句话 你不要听错了 不要听 因为我本来没有列这句 但是你要知道 经文有这一句 因为我发现 我少列这句是不对的 就赶快把它补回来 所以你要抄上去 叫尊者阿难 成佛圣旨 即从坐起 那后面当然还有偏袒右肩 那些 你回去再看看 经书是怎么写 为什么这句话重要 这句话就是 从上面那个世尊 那个种种的功德的智慧的 那个文字里面 延伸下来 马上就会看到 接引的行者 心中的马上的转程 那个内心之中 你只要真正这样念念去观想 叫念念服事 从此以后在这个上面 从这个志向之中之所行 叫做清洗 然后慢慢达意 叫清洗 所以从这个志行达意上面 你能够闽纳一切 打圣 根本这个圣体之中的道理 所以你就在这个上面的达意上面 你好像什么 好像智慧突然起来 但是那个智慧就是在这个 圣意上面 开始什么 正转 叫做偏袒右肩 他才能问佛 他才能问 你的心底这一念话 才能够念念 向你自信去问 你心中的这一个力量 这个作用 才能够什么 不断地反观于自信 反观于自信 那心中的这种 这种维系的种子 作用 一步一步这样排列 唯有佛经看得到 那佛 你抵开别的经典 看不到 你要懂得佛经 看别的当然可以看 不懂佛经 根本看不到 佛中的道理 可以看一切经 美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